您告诉我解决什么问题 8月半是成要30周年 我想问一下这个周年该怎么办 在哪里办 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到那个月亮 月亮很亮嘛 月亮很亮 长额在那个月亮的前面挡在那个月亮 就像那个镜子 上面放了一个人字的 看着那个天庭 然后那个天庭呢 今年的天庭上人很少 其他都下到地球上来了 下到地球上来了 然后那个日本时代在那边 妈妈也在那边 然后外公外国也在那边 成亮也在那边 还有陆冰也在那边 反正那个几个人都出现在那边了 王姑娘娘说 今年的那个8月半呢 我们这边人少 像个大礼堂似的 我们就在这里 我们就在这里 搞活动了 就是家里几个人了 就在那边搞活动了 家里搞几个活动了 他说我们这边都安排得好好的 都安排得好好的 然后你说下面想住也好 不想住也好 都没事了 反正上面他自己在过了 他们上面自己在 王姑娘娘在帮了一起过了 下面的话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做也行 想做也行 就是你自己想怎么整就怎么整了 反正他们那边 他们那边自己在 他们那边搞得很浓躁 嘈杂的人也没有 反正那些天人都 前日子都到地球上来了 嘈杂的人们没有 外人也没有干扰的 反正里边很空旷 都是自己在用 所以相当于 像那个大礼堂似的 他们那边做事 也不用我们操心了 他们自己会安排好 也不用操心了 你这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告诉了 反正他们已经住了 你再告诉 反正他们已经住了 人都在那边 寄在一块了 原来都找不见在哪里 现在寄一块了 寄一块了 下面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住也行 住也行 住也反正你身心处备住了 反正他们 他们那边不会 什么也不去 不像人家说 去这个去那个 什么也不去 现在天庭里的这个 最够的当下人 都一起参加了 就玩五娘娘 平时也一直陪着那个 陪这个陪那个 那就这样告诉你了 这个结果 那就这样